我家喊我 每次从学校回来我都给他做这个菜 把鲍鱼满回来 你看都是活的 给它先冲击一下 鲍鱼外边不会有一层黑膜 就用钢丝球给它一蹭就行 最好就是有刷子 今天没有刷子是钢丝球 这样就可以了 把排骨剁了 洗净抄上去 上面它有一层黏黏的 肉里边的酸性物质 它沿洗它亮面 不要太多 我要给它抓一下 咱们先抄排骨 最好用钢丝球的鱼 然后内脏的东西都给它抠下来 这不能吃 这是它的内脏 咱们开始炒排骨 来点底油 炸料板 姜蒜 葱蒜 煎骨 葱姜的香味一出来 就可以吃排骨 排骨有点焦焦的感情 也没有水汽了 那时候这个酱油 这个酱油一定要要黄豆酱一口 黄酒料酒都挺 这个咱们吃了一个黄酒 炖这个菜一定要加热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大概大概20克 因为咱们今天这排骨有点多 上盖 这个就不用 这时候用猪肠来吃 咱们的白骨汁铐鱼 就烤了